在這個 stage 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你可以看到它這聯繪的過程中 兩條主要的染色體 那它其實它是會形成一個很像 很像就是很像刷子那種感覺 刷毛那種感覺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如果再把它放大 它就是中間有一個主軸 就是類似像蛋白質 或是centromere這些概念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DNA 就會散佈在這個外面 就是形成這樣的一個條件 那實際上這個我覺得也沒有什麼重點 只是說跟大家講說 你眼睛看到了 原來這個DNA的結構 DNA的長相是這樣 那是在早期 那當然就因為我們看不到DNA 我們沒有辦法定序的時候 是覺得說還蠻了不起的 可以看得到 所以你要看到DNA 在我們現在目前的顯微鏡下 只有電子顯微鏡 你看這是電子顯微鏡才看得到 如果光學顯微鏡頂多也只能看到這樣子 不能再沒辦法再放大 所以這個早期能夠看得到DNA 是非常了不起的 就已經可以看到說 它到底基因位在哪裡 或是說它的跟Phenotype之間的關係 好 那再來進一步來講 我們就要去看一下說 那DNA到底它的一個packing 像我們剛才講說 它可能是會跟一些蛋白質packing在一起 就是說變成你們畫圖的時候才會跟這個chromosome 不是跟chromosome 就是會跟那個histone畫在一起 好 那histone畫在一起 其實這邊也有一些它要知道的地方 就是包括說你看它這樣子轉 各位請問一下這個是轉幾圈啊 它繞在這個histone上面是繞幾圈 各位知道嗎 從這樣子看 看起來應該是幾圈 看起來像是兩圈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答案不是兩圈 好後面了給你 你說好 3到4不是 3到4不是 跟你講說看起來很像兩圈 那一定不是兩圈嗎 2.5 2.5 你們都一直跟我亂猜 好 這個呢 其實叫做1又4分之3圈 你看它是從底邊進來 從底邊出去 所以說你看它這裡一圈 兩圈 如果到這裡才是 到這裡才是三圈 兩圈 所以到這裡是1又4分之3 好 這個不是很重點 只是跟大家講一下說 它有這樣子的一個纏繞 然後每個纏繞 這個一個section是200 可是200是指這裡到這裡平均 可是想一想 如果說它是從這裡算起到這裡算起 是多少 147 了解嗎 各位 從這一點算到這一點是147 可是如果說這樣一個一個切的時候 切在這中間 切在這中間 切在這間 做一次是200 為什麼 多了這一段跟這一段 好不好 這個都是當初在做這些DNA結構 或什麼樣的 他們在做一些研究 那你說這邊多出來 沒事多出來幹嘛 沒事多出來幹嘛 這邊是給誰占據的 這中間的這些間隙是給誰占據的 一定是有另外一個蛋白質 那個蛋白質叫什麼 H1 很好 就是H1 OK OK 這邊有 來 好 這邊可以看到H1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去看一下 你看喔 它這裡面其實主蛋白呢 有一個Histone Coal在這裡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那除了這個之外還有另外一個H1 H1 H1就在這旁邊 所以說你可以 顯微鏡 這個顯微鏡下 電子顯微鏡 一樣是電子顯微鏡 你才能看得到 你可以看到像一個線 然後一個一顆一顆一顆 排列成這樣子 好 這個叫NucleSong 就是DNA跟Histone放在一起 叫NucleSong 好 那再來就是那Histone的組成 NucleSong的組成 或是Histone的Coal到底是哪些 可以看到在這裡 它其實包含兩個H2A H2B 然後再加上H3跟H4 所以說這種叫做八具體 你看一二三四五 八具體 形成一個Coal 在這裡 形成一個Coal 那除了這個Coal之外 中間有一個H1的Histone的蛋白 在中間做Link 所以你們畫染色體 八具體就是畫在這裡 它裡面其實你要記到 它的蛋白質是長這樣 各位 你如果說覺得說 欸這樣子不行 我就是非常 什麼叫做畫圈圈 就是告訴我 這就是 我就是要看它精細的蛋白質結構 是長什麼樣 各位可以 如果要看它就是長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Histone的 包括它是屬於Alpha Helix 或是這個Random的這個Pattern的話 這邊就是Histone的八個具體在這裡 它怎麼跟DNA做Interaction 學化學就很喜歡看這種東西 那你們學生物的很討厭看這個 因為就覺得好亂 所以生物學家大部分都喜歡看這種 就圈圈叉叉就好 就不用看這 就不用看那麼細 好 那這個地方 這個分子結構大概就是這樣 這個不是那麼重要 只是跟大家講一下 有這些information H1在這裡 然後有主蛋白 就是這樣 那這個也是一樣 跟大家講說 你怎麼去packing你的DNA到Chromosome的過程 大概就是這樣 其實這個不是很重要 早期的時候大家都會去背這個 可是會發現說 這都只是一個數據上 不是很重要 我覺得 那Histone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我覺得Histone雖然說 你不是覺得 Histone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像這樣而已 可是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尾巴 這邊有一些尾巴 這些尾巴都很重要 為什麼 這些尾巴就是在生物課本裡面畫的 這個是從普通的 普生物畫出來的 普生畫出來裡面 Histone上面有一些Histone tail 其實Histone tail的重要性在哪裡 為什麼要有Histone tail 它尾巴用來目的要幹嘛 目的要幹嘛 跟氨基酸結合 然後可以進行化學修飾 Histone可以跟氨基酸結合 進行化學修飾 可是它自己本身就是氨基酸 Histone就是氨基酸所組成 它是一個蛋白質 它就是氨基酸所組成 所以你說 Histone tail主要目的是什麼 可以進行修飾 應該講說 照理說可以被修飾 所以各位你們在氨基酸上 有哪些修飾呢 有哪些修飾 你先講 假激化 假激化 中文呢 一文呢 假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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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是講假激化嗎 還有呢 靈酸化 靈酸化 phosphoration 再講一次 靈酸化 phosphoration 靈酸化 還有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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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沒有講過的 那是什麼話 不是最喜歡講中文的 沒有 蛤 我沒有寫中文就講不出來 來 這個 ostulation 是什麼 乙激化 OK 乙激化 那裡面 三個裡面 這個有什麼重要性 沒事 modification 幹嘛 沒事去修飾這個 沒事去在這裡去做個假激化 或是乙激化 或是那個靈酸化 要幹嘛 幹嘛 目的要幹嘛 目的要幹嘛 你覺得目的要幹嘛 我沒事幹嘛要去修飾你這個Histone 我是要叫你Histone要做什麼事情 其實他這種靈酸化 或是怎樣 各位你們學生化的時候 為什麼要去靈酸化 為什麼要去靈酸化 要讓他告訴他要開始做什麼事情 要開始有活性了嘛對不對 所以呢 這我沒事靈酸化 這個這個這個 沒事靈酸化這個Histone 或是假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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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乙激化 要幹嘛 要告訴Histone化幹嘛 激化可以變得比較鬆散 然後有利於轉入因子進入 會進入比較容易掉下 OK 還沒有 你剛剛有其他答案嗎 這是沒有問題的 來 來 再講一下 那DNA可以複製還有基因表現嗎 OK 其實他們兩個答案是差不多的 那這個地方 剛剛一個人講說 可以讓這個DNA呢 可以DNA更鬆散 然後呢 各位DNA沒事都會Packing這麼緊嗎 他什麼時候知道他要比較鬆 什麼時候要比較緊 誰控制的 Histone控制的 所以 告訴他在尾巴上去激酸化 那磷酸化或是所謂的乙激化 通常就是告訴他 請你滾開 叫他離開 離開了DNA就裸露出來 你就可以幹嘛 複製或者是轉入轉移 就是基因表現 其實剛剛他們講的 那 假激化呢 假激化通常是叫 或是說去乙激化 去乙激化通常是叫他說 叫他說你Packing比較緊一點 你Packing比較緊一點 其實這個叫做主蛋白的密碼 主蛋白其實也是有密碼 之前有人一直在做一些研究 但是他沒有一個很規定 沒有一定的規則 但是這個就是 所以各位 我要跟各位講說 藉由這些主蛋白的這些密碼 去做調控DNA的鬆緊 就是要讓它去做基因的表現 或是DNA去Packing起來 好 所以各位 你們不要去常常去背這個 請問一下主蛋白有哪三種修飾 就是背起來了 然後背起來之後 用來幹嘛的 不知道 不知道 你背這個幹嘛 各位了解嗎 所以有時候 當你在讀這個書的時候 你讀到這裡 你知道說 原來有三種Modification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他為什麼要做Modification 各位這就是你的腦筋 要去思考的問題 你為什麼要去做Modification 對不對 那我現在跟你們講 以後你們自己讀書的時候 就要朝著這樣子的一個方式讀 當你背起來 讀起來這個之後 你要去想一想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 為什麼要背這個東西 好 好 那再來 所以說 我們剛才有講說 Packing比較緊的 一般我們會講說 Hetrochromatin 比較鬆的 就是Uchromatin Uchromatin 比較鬆 當然 所以說我們把前面的都連結 在一起 Puff 就是我們在DNA上 看到它Puff 比較鬆散的 所以 或是比較沒有被包在一起 所以它會比較活化 就是因為它容許DNA 蛋白質可以進去 可以去做轉入 可以做複製 那如果說Packing比較緊的 通常會比較Condense一點 所以像包括一些Repeat區列 通常都是Packing比較緊 所以說像Telomir Centralomir 它是一個比較緊的地方 好 那 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是在講 我們之前的條帶分析的 這個部分 就是染色體 可以去中文條帶分析 大家應該學過這個實驗 大家就知道 去做一個一個 去做分析 然後去看一下它的Pattern 是怎麼樣 然後最後就可以去判定說 它這個 到底有沒有染色體缺陷 那其實染色體 藉由這些條帶 你可以去定位它 包括Parm P位置 跟Q的長臂 那它的位置 1-1 1-3 2-1 這些位置 那這些磁液早期 也是方便 大家去做染色體 因為說 你原來是在 第幾號染色體 Q2-7 出現了 這個條帶 失去了 所以就可以直接去跟人家講 有一個共通的語言 好 那這個 現在都已經沒有在做了 現在都不太會用這個 就是說 比較老的技術了 好 然後 接著呢 就進來 我們的重複序列 重複序列 我們已經講過了 這個圖表 大家一定要熟悉 包括 包括 高度重複的 這個 centromere 跟 telomere 或是 中度重複的 tendent repeat 跟 intersperse 的 Retual Transporsal 這個 其實它這個 閃字序列 除了是一個 Repeater之外 它這個Repeater 其實還有 有一點點 這個Transporsal的味道 Transporsal的味道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它其實這個 閃字序列 是會跳的 就是像跳躍基因 這樣去跳的 所以才會說 它為什麼會閃字 就是因為它有一個 跳躍的難力 這樣子 好 那再來就是 我們剛才講到這個 為什麼它Repeater 主要是 centromere跟 telomere 那可以看到 它為什麼又叫 Cellular DNA 就是因為它在做 這個區段 去做 剪切了之後呢 然後去做離心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 主要的Band會落在這邊 但是它 它自己本身呢 因為它是 高度的Repeater 然後呢 又含機系比較多 所以它會變成 是一個離心的過程中 它會變成是在 主要的Band的旁邊 所以它叫做 衛星 衛星的一個Band 所以叫做 Cellular DNA 其實是這樣的概念 好 那如果染色 你可以看到它在 centromere 就是染在中間 這也可以看得出來 OK 所以centromere 大家要知道 這個 出來了 原來centromere 就叫終結 那我之前一直把它 想成什麼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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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結 OK 好,沒關係啦 centromere 好,那centromere 其實跟著思點 不要混在一起 很多會覺得說 centromere 好像就是著思點 其實不是喔 著思點 我跟各位講的是什麼 你認為著思點是什麼 你如果要講著思點定義 它可以... 它可以連結 那個spinofiber嘛 對不對 那著思點的組成是什麼 著思點的組成是什麼 蛤 有沒有 有沒有人 著思點的組成是什麼 一定是很多蛋白質嘛 對不對 好 沒關係 你講 那 就是 就是 中間上面 有很多層 沒有得到 OK 好 好 這邊有人在講說 欸 其實這個不就叫 Canninico 著思點不就 各位你看一下 你以為 Canninico就是一個蛋白質嗎 各位 各位你看一下 看這邊的說法 Canninico proteins are the region to bind to spinofiber 第二 division 所以說你看 這一群蛋白質 看起來是複數喔 只是說 它這個地方 為什麼叫著思點 因為他們知道 這個區塊的位置 早期 還沒有 那個 那個 顯微鏡 還沒有說非常發 他只看到這邊有一點 這一點呢 可以被spinofiber 連在這裡 可是這一群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 所以這一群 他們就叫做著思點 可是後來發現 這原來著思點 是一群蛋白質所構成 OK 了解嗎 所以各位 我要跟各位講說 著思點是一群蛋白質 終結是central mean 所以千萬不要搞說 一個是DNA 一個是蛋白質 這個一定很重要 要知道 好 那至於凱雷爾火是什麼 著思點 那著思點是什麼 你如果去看一下 paper 這個就是著思點 你看 這個是central mean 在這裡 著思點就是這一群蛋白質 全部都是 這個就是細胞分子生物學 要學的 需要學這麼多 可能也不需要 你可能只要學幾個 可是我告訴你 少說著思點的蛋白質 至少要有四五十個 所以說這些 全部都是著思點的蛋白質 你要是以後專門學著思點 你就是要去了解 這每個蛋白質 每個蛋白質 的作用是什麼 聽到了沒有 聽到這個 馬上覺得自己很渺小 原來我以為 著思點就只有一個 結果後來發現 還有這麼多 而且每個東西 我都不知道 好 那這就是 為什麼 學海無涯 好不好 好 那各位 各位看得出來嗎 沒有叫你們去背 只是說有很多蛋白質 讓你們有一個概念說 原來你們以前 你剛才你們以前學的生物 幾乎都是屬於聚觀的 可是你要進入分子的以後 就是一大堆這些 要怎麼樣 所以進入了 細胞分子生物學的時候 你們要去背好多好多 蛋白質 很多很多很多 蛋白質 就是這樣 所以說先了解一下 不要抗拒 就一個來 就背一個 一個來就背一個 背了很多 課本上 課本上有 這個是我從paper上去 去解錄的 所以沒有要各位背 只是說讓大家有一個視野開一下說 哇 原來外面的世界很大 這樣子 那教科書的 先把它看 背好就好了 好 那再來 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central me 再來就講terromere terromere 其實就是 我們剛才有提到 你在複製的時候 你看直線型的複製 有很多地方 起點 你看複製的時候 它一定是往兩邊去拉 最後有領先骨 落後骨 領先骨落後骨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領先骨 這個是落後骨 好 到這邊的時候 這個為什麼 最後會有一個缺一塊 最後缺一塊 就是我剛才 一直跟大家講的 因為你在這邊 有一個primer 黏上去 是RNA 所以最後會把它移除 那移除了之後 這邊補不上去了 那就 就是卡在那邊 就盪在那邊 所以你的 複製的過程都越來越短 那問題就來了 所以terromere 我們現在就要講一個 這一節裡面 第二個重點 應該講說是最後一個重點 這個重點講完應該就 就沒了 這個重點也就是 terromere 如何保護DNA 先跟各位講 terromere是什麼東西 terromere 它的序列是什麼 它是什麼序列 它是很多的重複序列 就是more than 50-1000個重複序列 所以呢 它是重複 重複 一直重複 terromere 對不對 沒事你在DNA這邊 好多好多好多重複 好 那請問一下terromere 怎麼保護DNA 複製的過程會越來越短 那它怎麼保護DNA 剛才有人又提到一個說 不是有terromere嗎 T-E-L-O-M-E-R-E-A-S-E terromere它不是會延長DNA的尾端嗎 就不會讓它不會越來越短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 那這有沒有矛盾點 如果說是這樣的話 那你的皮膚細胞或是陶立昂 怎麼會 它的那個皮膚細胞 為什麼會越來越短呢 為什麼DNA會越來越短呢 如果你身上有terromere的話 為什麼你的DNA還是會越來越短 好 剛才其實我們已經有講過答案了 我覺得體細胞會老化 然後那個Felme 那個斷力鎂就會越來越少 那你的意思是說 請問一下 是 是體細胞越來越老化 導致斷力鎂越來越少 還是斷力鎂越來越少 導致體細胞越來越老化呢 因果 誰因誰果 好 徐定是不是 你不是要回答 端力鎂越來越少 端力鎂越來越少 好 那 沒錯 那我就跟各位講 大家都有個觀念 就認為說 我們terromere好像都有terromere保護 沒這回事 terromere只有在幹細胞的時候 有stem cell的時候才會存在 還有在生殖細胞才會存在 在發育之後呢 你只要發育成什麼細胞的時候 就全部都消失了 所以 你的身上 就已經 你的體細胞完全沒有terromere 所以 你必須要承受越來越短 各位 這不是不好 什麼細胞下 什麼細胞會有terromere的活性 什麼細胞 不老的細胞 會有terromere的活性 所以 生殖細胞要有 還有什麼細胞會有 還有什麼細胞 還有什麼細胞 後面後面 最後面 你那個 對 戴眼鏡 對 你 癌細胞 沒錯 通常有90%的癌細胞 terromere的活性 會不會重新誘發起來 所以各位 你要這樣嗎 你希望你的體細胞 全部都是不老不死的嗎 那你全身都是癌細胞 你要嗎 不要嘛 對不對 所以自然界的衰老 自然界 所以叫做什麼生物時鐘 就是terromere越來越短 他就死掉了 就是這樣 所以 正常細胞沒有 那 這個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說 terromere是沒錯 它保護 DNA不要越來越短 它主要用來是生殖細胞 你當然 你不希望你的生殖細胞 越來越短吧 要不然你的下一代 就越來越短命 所以生殖細胞 或是幹細胞 或是幹細胞 像幹細胞 就是說 你在修復你身上的細胞 最原始的細胞 不能讓它老化老死 所以說它會一直都存在 好 那再來 所以說回到這一點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 我們如何 DNA會越來越短 DNA會越來越短 越來越短 那我們不是 我們不就是死定了嗎 請問你DNA越來越短 那 你又說 terromere可以保護DNA 讓我們不是因為 越來越短而死掉 那請問 terromere怎麼保護你 terromere怎麼保護你 跟重複序列有關 就是它重複的DNA 它就會有 可以做出同樣的東西 然後它 真正有功能的DNA 就是不會被 就是 不會 被 因為縮短而 那個部分 就會被 會缺失掉 所以它就可以 保護DNA OK 各位聽出了 這個關鍵了沒有 其他講的沒有錯啦 其實我發現 很多同學 每次我在問你們 同學的時候 大家 大概同學都可以 講得出來 大概 還沒有錯 沒有問題的答案 可是你會發現 你的答案 你講出這個表達的時候 很多同學會 聽不太懂 或者是說 你講話也許 不是那麼順暢 這個就是我要你們 這個練習 自己表達的 而且同時訓練 其他的同學 聽人家怎麼去表達 人家講的 到底是對 是錯 然後他表達有沒有地方 有問題 其實更精準的是 我應該讓其他人講 各位同學 覺得他講話哪裡 有 覺得表達有點不順暢 你要怎麼再去 表他修飾 但是這樣會花太多的時間 所以通常我都請同學講完 我就直接會跟他講說 他哪裡講對 哪裡講不對 但是其實這些工作 也可以讓其他同學去 去平平平平的 所以說 也就是我一直要 讓大家去了解一件事情 你今天你在學習的過程中 你不是只有聽老師講 你要去聽你的同儕講 他講的對不對 你要有評斷的能力啊 你要知道他講的是對與錯 所以我們 尤其是我們現在這個 衝刺假新聞 或是偽科學的現代理 你更要有這個能力去判定 這個講的是對還是錯 有沒有理 如果有理 那他是怎麼樣去做的 甚至證據在哪裡 好不好 我希望說藉由這個地方 要讓大家知道一下說 我們學習的方式是怎麼樣 所以我有沒有在乎 我們課程交完交不完 我其實不是那麼在乎啊 因為說真的 要交一定是交不完的 可是問題是 你們知不知道怎麼去學習 這個才是我真正要讓大家知道 好 剛剛那同學講的不錯很短 居然是重複序列 請問他越來越短 今天短在這裡 明年短到這裡 後年短到這裡 再短到這裡 請問有沒有關係啊 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為什麼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才是你主要的功能區啊 這些重複序列 你有點是變成是 讓他去自生自滅都沒有關係的 各位了解嗎 所以Telomir常有一些 有很多repeater 有一千個repeater 讓你在repeater的過程中 他一直減到一直減少 反正也夠活你一百年了啦 好不好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活一千年 你確實會不夠 那可能會傷到你自己 本身內部的DNA的基因 OK 可是呢至少呢 在這個一般的年限裡面 這個DNA越來越短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就是說他怎麼去保護 當他越來越短的時候 反正都是死傷 這個一些repeater的序列 也是沒有用的 也沒有關係 好 那 所以這個地方是這個重點 那當然啦 Telomir其實平常沒事的時候 只有複製的時候 他會越來越短 可是那平常的時候 如果說Telomir怎麼去保護DNA 還有一個你要講 你講的就是說 當他越來越短 複製的時候越來越短 可以不要傷到自己的DNA 自己功能區的基因是OK 可是你還要講的一個就是說 他其實他在一般正常現象的時候 他可以跟一些蛋白呢 結合 結合了之後會怎麼樣 會形成一個很像那個這個 就是會緊縮起來 像你的鞋帶頭一樣 鞋帶頭一樣 才不會被拉開鬆掉嘛 對不對 所以說他保護DNA呢 的部分就是說 他可以跟一些蛋白質 把他那個尾巴呢 變成一個緊縮的狀態 讓他不會被 就是spread 就是不會被分開這樣子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去講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講說 他就算是越來越短 他也沒有關係 因為那個這個 他不傷到自己的DNA就可以 所以各位看一下 原來Telomir有這麼多 protein 各位不要以為Telomir就沒有蛋白質 他還是旁邊也是很多蛋白質 要去背的 要去記的 所以說 為什麼分子生物學 學不完就在這裡 好 那這個地方講完了以後 就來講 那當然 這裡面還有一個問題 引申的問題就是說 那你剛才一直講 Telomir有這個功能 可以保持DNA的不斷裂 請問如何 如何 請問Telomir如何去保護DNA不變短 我就是問這個 他如何保持生殖細胞的DNA不會越來越短 怎麼做的 有沒有大家知道 如果不知道 如果不知道我們先繼續講完這個 或是講下一節課之後我們再講 這個可以想一下 對不對 所以說這是不是都不一樣的概念 你不要把它回來說 因為我們有Telomir保護 Telomir是保護 所以我們的Telomir不會越來越短 這個就是錯誤 張三禮帶的說法 好 那Telomir是誰發現的 他是在2009年得到諾貝爾獎的 這三位研究者 他們可能在早些日子 就已經發現了一些跟Telomir有關的序列 然後可以保護DNA之類的這個概念 所以Telomir的染色 是在端立地方 好 那這個地方就是 How to prevent chromosome shortening 那請注意 這個呢 特定 是只有在幹細胞 或是Cancer Cell才有這樣子 正常細胞是沒有Telomir的活性 Telomir的活性 那這個圖你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下一堂課應該還會再講到 但是我這邊就先跳過去 這個先不讓大家再細講 好 那重複序列 我們這邊主要就是講重複序列 好 那重複序列以後 你看一下 說我們上次有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repeat主要就是要跟大家去了解一下 如果在離心的過程中 通常越複雜越難 越難去黏合 因為repeat越多 那當然黏合越快 所以你可以看到Poly-U跟A U-U-A 當然黏很快 可是呢 EcoLine 因為它沒有重複序列 所以它黏合很慢 可是如果說像Telomir Telomir 或Cetomir 這些區段的連接 就非常快 因為它重複序列算高的 OK 就在接著它正中間 好 那大概是這邊 那你看我們又回到這裡來 這邊講 這裡面 Tendom repeat裡面 除了我們剛才講的這個之外 還有一個東西 可能大家要知道 這個 Ribosome RNA 各位你們不要以為 RNA的生存 RNA怎麼生存 RNA一樣是從DNA生存的對不對 好這一段呢 會生成 會生成什麼 會生成一段 可能是Poly-RNA RNA 然後接著呢 可能是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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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然後這個呢 變成一個RNA 這變成Ribosome RNA Ribosome RNA 也許呢 這個有變成Ribosome RNA RNA就要去工作啦 RNA會不會轉移成蛋白質 RNA會不會轉移成蛋白質 Ribosome RNA會不會轉移成蛋白質 居然沒有人知道 Ribosome RNA會不會轉移成蛋白質 蛤 很難嗎 Ribosome RNA會不會轉移成蛋白質 怎麼大家突然 一陣 蛤 會 會 它轉移成什麼蛋白質 所以它叫Ribosome蛋白質 不叫Ribosome RNA啊 什麼叫做Ribosome RNA 什麼叫做Ribosome RNA Ribosome RNA就是Ribosome RNA啊 它就是RNA啦 它沒事幹嘛轉移成蛋白質 所以我們如果講到說Messenger RNA的時候 它沒有錯 它的功能呢 其實它還會轉移成Protein 請問Ribosome RNA它會有TRNA上去嗎 不會嘛 所以Ribosome RNA最後就是要 要去合成那個Ribosome 裡面的RNA 這個叫做Ribosome RNA在裡面 這個外面這個呢 叫做Ribosome protein 沒有錯 外面這個呢 叫做Ribosome protein 但是這個就是Protein啊 這個是核糖體 核糖體的組成有Protein跟RNA嘛 OK 所以這個呢 不會再下去了 這已經下去了 要去組合Ribosome 各位你看 你們觀念這麼模糊 我還以為這個是大家都很清楚的 好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說 為什麼Ribosome RNA 因為Ribosome RNA很多 Ribosome RNA很多 所以呢 它5.8S 18S這些要生成呢 通常都會像這樣子 而且它不會是只有在 好 假設這一段基因有 也許在這旁邊呢 又有一段基因有 它就是有很多repeat repeat的一個原因就是 做得快 做得多 量需要很大 所以就是會有很多 就這樣 那大概是跟大家講 這也是屬於 它也是屬於一個repeat的一個概念 好 好 那VNT 是Volible Number Tendon Repeat 好 那再來 就是用途 請問一下repeat的用途用在哪裡 好 這是一個騷人 這個我不是很想講 這個我先跳過去 騷人 我先跳過去 主要要問大家的是 請問 回到我們剛才所講的這個repeat 請問他的功能 他們的功能用在哪裡 有沒有很知道 功能用在哪裡 功能用在這些地方嗎 功能用在哪裡 你們是剛才查資料還是突然 靈機一通 蛤 你本來 我們這一組 擺就做這一組 因為你們這一組 是做這一題 你不是喔 好 那你們先講 對 這個repeat的功能有在哪裡 可以用來做什麼 在生物相關功能可以用來做什麼 好 因為親子 每個人他重複的那個 事數會不一樣 所以可能像法醫上面有鑑定 OK 還有沒有其他答案 親子鑑定或是刑事鑑定 親子鑑定或是刑事鑑定 其實跟他的答案一樣 好 各位講到親子鑑定跟刑事鑑定 你們應該很有感覺了吧 原來我們親子鑑定跟刑事鑑定 你們CSI都看假的 他們常在講說 這個人 這個人是不是犯罪 這個什麼 他其實都是在看 你們都只看到這個DNA指紋 看到這個 看到這個 然後就說他就是犯人 可是你也 你是學生物 你也不管這個是什麼東西 就對了 好 這個呢 其實就是我們前面有在講 他其實就是 用來做DNA指紋 或是在法醫學見識科學 各位如果你們有興趣 想要考法務局 見識科學 這個法務部調查局的特考的話 他有一個科目呢 就是調查人員 調查人員有一個叫做見識科學 見識科學會考遺傳 見識科學一定考這個 這個是一定會考的 但是他會用什麼形式 不知道 但是他一定會考 你怎麼去做DNA指紋 DNA指紋 用在哪裡應用 還有一大堆跟這個相關的 為什麼 因為這是他們最重要 尤其是生物類科的 要去考這個 這個地方一定會 會有這方面的題目 好 那 至於說他怎麼 怎麼應用在 應用在這個 這個DNA DNA 既然是DNA指紋 你首先要 就是要 去把大家DNA來收一收 你的DNA 你的DNA拿來收一收 切一切切切一切 然後去跑電勇 所以才會有這個 所謂的 1000 Blotting 大家就知道這個技術 好不好 那有這個技術了以後 你就可以知道 就可以得到這樣子的一個 Pattern 好 那我們現在就在講 為什麼這些Repeater 可以用來做DNA的指紋 剛才就講 表示很專業 有 那有沒有人大概知道 為什麼可以用這個Repeater 來做親子的鑑定 或是 或是形式的鑑定 那當然非常unique 你有你的那個Repeater 你有 他有他的Repeater 你們兩個一定是不一樣的 OK 那怎麼做 怎麼做 或是你們想要 有人知道怎麼做嗎 其實簡單來講 就是比較你的Repeater 跟我的Repeater 以不一樣 OK 好 我們直接看這個圖 因為這個可能要講起來 要讓你們自己去想 沒有時間看過可能會不太要講 這個是一個 一個人 一般講 假設這個就 SST 或是SS 叫做 Sequence Repeater 就是Repeater的概念 好 這是你看 這是15個Copy of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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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15個Repeater 那你怎麼去 請問這一段多長 你是不是可以用PCR的方式 各位知道PCR吧 你這邊放一個Primer 這邊放一個Primer 就可以把它夾出這一段了 對不對 好 現在來囉 有一個人 他有15個Repeater 他從他老爸那邊得到15個Repeater 老媽那邊得到22個Repeater 好 Individual 2呢 他得到 他從老爸老媽那邊得到是13跟17 第三個人呢 是從 打到20跟25 所以呢 你可以看一下 他這個片段的長度 這幾個片段的長度 是不是都不一樣大小 沒錯 所以你要是跑電影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1號他的位置在這裡 2號位置在這裡 3號位置在這裡 你看這Repeater 不一樣大小 就會有不一樣大小 所以大家的Pattern就會不一樣 所以就是用這個 但是你會發現說 唉呦這個會不會重複很高啊 我們兩個會不會Repeater很多 那這個Repeater不行 那用再下一個Repeater 你找10種Repeater來做可不可以 10種都一模一樣 啊 你一定是同父 一定爸爸媽媽一樣嘛 各位了解嗎 好 所以這個就是 所以接下來就要來講啊 誰可以講出 這兩個爸爸媽媽的4個小孩 D1 D2 D3 D4 S1 S2 請問這4個小孩跟 這4個小孩跟這個爸爸媽媽的關係是什麼 這小孩跟爸爸媽媽的關係是什麼 唉呦不要以為小孩一定是他的耶 這個就是基本的Pattern 假假設爸爸媽媽的Pattern是這樣子 請問D1是她小孩嗎 D2是她小孩嗎 S1是她小孩嗎 S2是他小孩嗎 來 快點 誰要講哪一個 是哪一個 好K級妳先講 妳第二 妳要講的是什麼 D1 就是爸爸媽媽的小孩 是他們的小孩 沒問題 然後呢 有人要講D2嗎 D2是那個媽媽生的 可是他跟別的男人生 不要講 就是說他是同母義父 好不好 S1呢 小孩 男生呢 男生的S1呢 爸媽生的 對 他們也是爸媽生的 所以他們兩個都是姐妹 那S2呢 你啊 後面最後一個 S2是不知道哪裡撿來的 S2就不知道 就是不相干的人嘛 所以各位 這個就是親子建定在做的 那你可以看到說 右邊這個東西 就是如果說是有性侵犯的時候 你會去得到受害者的pattern是什麼 然後有危險的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然後呢 你在現場呢 可能採集到的樣本是這個 是Sample 那請問一下誰是犯罪者 是1號 2號 3號 4號 5號 1號嘛 對 所以就是這樣 這樣子判定 那這個東西就是用DNA指紋去用 那你會說只有兩種嗎 其實不只 其實在FBI 至少可以用到10種到15種的這個DNA指紋 去鑑定一個人 是精準的鑑定說到底是誰的DNA指紋 OK 好不好 然後這邊的話 Line跟Sign 所以說DNA 所以了解了吧 以前呢 以前都是VNTR比較多 現在呢都用STR 這個主要是這兩個 幾乎都是這兩個在做形式鑑定的 OK 那所以說我們Line跟Sign用來做什麼呢 等一下我們要繼續這邊再看一下 那你看他有一些Repeat 然後這個是他的一個Family 大家就先這樣講 各位你可以看到他佔了Genome的20% 他佔Genome的13% 所以這個Line跟Sign是非常非常大量的 存在你的DNA裡面 可是你居然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對不對 OK 所以很多人一直在想要知道 要了解一下這個的用途在哪裡 好 那我想主要就是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這邊是他的一個Summary 就是說Telomere,Centromere 然後他的Repeater 是一個串聯式的 或是Tendent Repeater的方式 那這個是散字 就是一個Repeater很大 但是它散字在不同的地方 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要大家去了解 OK 好 那最後就是回到一個重點 重複序列的功能是甚麼 重複序列的功能是甚麼 我現在先跟大家重複一下 重複序列我們從一開始講到的 講到的Telomere跟Centromere 對不對 講到Telomere跟Centromere Spindle Fiber 然後最後可以分開的重要的序列 這兩個部分 那剛才也有講說Ribosome 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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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NA用在轉譯 大家應該知道吧 這個部分 轉入轉譯 Ribosome RNA主要是轉譯 但是它因為這裡面 OK 這兩個部分 那再來 剛才有講身份鑑定 對不對 身份鑑定 或是包括親緣鑑定 或是刑事的部分 好 那還有呢 其實我們一直都沒有講到 講到的是這個 現在 這個地方可能大家不知道 這個就是說 這裡目前很多最新的一些研究 都有顯示在這些 有一些功能 有一些功能 那重複序列 另外的這些功能 還有有誰大概知道嗎 各位你覺得現在有很多東西 還沒有理解開來的其實就是這些 就是說你認為說 我們現在還沒解開來的 很多可能都藏在這些repeat 或是藏在一些unknown的sequence 好 那除了我們剛才講的那幾個之外 那我就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有人認為說 有關於這個人類的演化 或是人跟猴的差異 也許就在這些重複序列 或是在不屬於這邊的序列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 人類的智力 也許跟這些也有關係 但是這個東西可能有一些研究 我並沒有詳細去看一下 看那些研究 只是說人家有特別在講 甚至說有一些 我們未知的這些精神性的疾病 或是這些比較複雜性的疾病 很多人認為說 也許跟這種重複序列 或許有關係 只是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那當然是有帶於大家 日後的一個分析 好 那我想我們今天就 這個章節就介紹到這邊 那不曉得說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沒有問題 我們先下課 等一下下一堂繼續再講DNA的複製 你說什麼 謝謝 好 謝謝